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哎 我的小姑奶奶 你可算出来了 就这身段架势 有宗师的感觉 香山居士说 有包琵琶半折面 也就是此番风度 drinks 监独享 我在小姑奶那里 叫不那个 lieber 这点是一次!", 最计不妥感 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律不齐 始乱于心 止了吧 皇上累了 赵总啊 在 把琵琶给朕拿过来看看 是 阴色倒是非同凡习啊 暗家存 我不止累 我不忍心为你 打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护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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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皇上圣命 果然是毒针 行刺之事 明明白白 这就是你举荐的杨州头牌 成罪该万死 让朕怎么说你 叫那个姑娘进来 阿可湛 这就是你给皇上献的活跑 我看你是用心险恶 下官失差万死莫属 可是下官对皇上的一片忠心 老天爷可以作证 这事老天爷也救不了你 你以为你一人去死就够了 前龙朝这么多年来 还没出过这档子事 明明脚足都不够 明明脚足都不够 朕谁也不管 朕谁也不管 阿可湛上折子说 天地会叛党在城里作乱 以当场割杀 朕停了以后 还难过了一会儿 怎么眼睁睁的就把人杀了 救人一命 生到七级浮屠啊 皇上 我妹妹她还年轻 放过她吧 救你 听朕慢慢跟你说 这天地会呢 一心一意想着要杀朕 杀了朕 天下怎么办 怎么办 就会大家都起来 争作这个皇帝 汉人打满人 满人打汉人 满人打满人 汉人打汉人 打打杀杀许多年 四上数也数不清的人 值得吗 孩子啊 朕当这个家也不易 四海于朕 一概同等 就算是天地会 也是朕的臣民 除非他们闹得狠了 就像这个 大小金川 那朕就得管教 养不教 父子过呀 所以呢 朕啊 朕和他们讲道理 前后小于多少次 他们不听啊 啊 杀朕的臣民 抢老百姓的土地 再纵容下去 永远得不到了解 这叫大仗 朕也很痛心啊 可是这乱子 他已经出来了 朕怎么办 皇上 你 您 您您 慈悲为怀 可百姓不周知 不如 不如您 以得抱怨 这样 可 可 可融落人心 朕 朕杀了他 很容易 可是杀了他 他心中结的仇怨 难以往生极乐世界 朕也是念佛之人 不叫儿童 朕不成了暴君了 是 是真的吗 皇上 朕的话 不值得你信吗 我 我信皇上 我信 还有王朝宗 他对我干的事 一点都不知情 如果您要怪罪 就让孟孟一个人 全都承担了吧 你 还是个有情有义的女子 朕答应你 你 说吧 都说说 怎么回事 回皇上 天地会作乱 奴才已经上了折子 姚蒙蒙面圣献意 是奴才防护不周 阿大人 阿大人这么说就不对了 你的属下明明早就建议你 让你把姚蒙蒙抓起来 为何迟迟不抓 是何举心 皇上 皇上 都是臣的错 请皇上重重责罚 罚自然是有罚的 红颜知己吗 人知常情 阿克战 奴才在 朕听说那个女贼还在您手上 回皇上 她是要犯 奴才不敢善决 将她秘密关押在牢里 王朝宗 臣在 天地会那个女贼 和姚蒙蒙是孪生姐妹 相貌一般不二 朕罚你 把她领回家去 好生管教 春秋责备 这孩子也是您用无知 误入歧途 不能一棒子打死 要好好的调教啊 诶 朝宗啊 臣在 你是个会办事的人 朕就把她赐给你为妾 女人 女人嘛 心里有了男人 就想着相夫教子 就不会在外面胡作非为了 这怎么替丑宗想出这样的好法子呢 好 好 你记着啊 人在你这儿 要是死了跑了 朕围你是我 到时候老丈心丈一块儿算 等你和那个女的生了孩子 再回朕交纸 回头让阿哥站 把那个女孩儿送到你家去 明儿 朕亲自上你家 臣遵旨 朕儿 你怎样背着你做那样的事 这人是诛人求诅的大罪 我知道 都是我的错 我对不起你 皇上已经到了 不杀影子了 真的 皇上怎么处置影子 皇上把影子赐给了我 做家奴 做妾 什么 做妾 做妾 皇上把影子赐给了我 阿哥债 奴才在 朕让你来扬州 是个朕察延误做闯将 不是让你在这儿祸悉你 拿一本假账册想在这里蒙事儿 奴才该死 皇上圣明 两环眼我直接关系到了户部的收支 除了这么大的纰漏 奴才是之 奴才罪该万死 何神 何神 你替朕管着户部 中藩库 替朕管着钱袋子 这扬州一带 这扬州一帝 是大和战一个人的责任 公子与你无干 不要往自己身上来 皇上 炎尹一案盘根错节事关重大 且引入还一死死无对证 奴才到仰州后 首要任务 就是为西南战士筹集娟叔 以解朝廷燃眉之急 所以奴才是先抓娟叔 后查炎尹 这仗策的确实质熟了 熟路就会纠缠不清 恒生之急 阿赫达 奴才才 朕今天训斥您 是对您有所期望的 你给朕多用点心好好干 干出个样 回皇上 奴才一定竭尽全力 不负圣恩 乾隆举重若轻地处置了天地会的刺杀 却对阿赫达交出假仗策 严加训斥 阿赫达感到脊梁谷一阵阵发寒 没想到皇上对炎尹案的重视超过了天地会 阿赫达已经没有了退路 可是 横在面前的那些高官显贵 他能搬得动吗 大人回府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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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会那个女匪怎么样了 喂大人 万无一失 好 好生招呼 皇上已经降旨把那个女匪赐给了汪朝宗 赐给汪朝宗 那不是放武卫山吗 汪朝宗要他干吗 做小老婆生孩子干什么不成 你管得着吗 好好办你的差就是了 是 我这几天都不在 府里有什么动静 挺好的 没什么大事 没事 这外边不是事 你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眼里没事 大人 我听说早上有人飞刀递尖到府上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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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 ze 起西 nep 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问你怎么回事 大人 您不是问 非刀递解是怎么回事吗 是他重要 还是咱们那个钦犯重要 你能不跟我商量商量 大人是吗 老爷 子萱 已经到家了 老爷 咱们回家吧 老爷 老爷 滚 都滚 都滚 老爷 老爷 叫家里人都起来 撒扫停除 准备接驾 老爷 皇上要来咱家 明天就到 是 老爷 老爷 儿子 你 你 你总得给你爹想个法子呀 你说那两家全奔上桥钟了 你看 接驾的接驾是修桥的修桥 搭百塔的搭百塔 献美人的献美人 你爹就简直成了一个没爪的螃蟹 咱们到底该怎么弄啊 这么赶着比着也不成 爹 咱们得发挥长处 长处 长处你爹有 那就是做菜呀 这么着 我请皇上来咱们家吃一顿 他好像也不太会来啊 爹 您说这皇上来扬州又赐书 又接见郑先生和山长 还亲笔鞋匾额包赞史格布 这为的是什么 你以为你爹傻呀 拉关系 对 咱们就在这事上做文章 这个 什么呀 爹 您不是帮阿大人编了本诗集吗 朝廷这两年正在编四库全书 咱把这本诗集献上去 一举两得 嗯 皇上还会觉得 咱们报价 诗里传家 与众不同 诗里传家 真的 那 这种美事你爹就不想了啊 只要不被那两家比下去 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走了 我走了 诗里传家 林公公 林公公 报老板 是是是 您跑这干嘛来了 皇上不是要编那个四库全书吗 我是来给皇上献书来的 皇上现在哪有这功夫啊 是 我是没有那种奢望 要见皇上 我就是说 如果林公公您通融 我就想请林公公 您给我说两句好话 报老板果然是聪明人 书留下吧 有机会我给你递上去 谢谢林公公 那我先走了 走吧 啊 又 莫 ak 又 何大人 他来干吗 说是有本什么集要献给皇上 正好您是四库全书的总编子啊 您给看看 放地吧 退司机 万岁爷还没动这儿 你们都轻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在这儿静静的待着 皇上起碗了 法爷 我全无服你了 当今圣上自打六岁跟着圣族老皇上就没有睡过懒觉 四更天 天还没亮呢就被嬷嬷从被窝里往外拽 稍一不高兴 条叔哥的戒齿皮鞭就伺候着 可是到了你这儿 他起碗了 马爷 马德昌 我服你了 你有道行 你是这个 多谢五爷提点 爹 这皇上来是挺高兴的事儿 你怎么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啊 别胡说 去照顾你娘去 娘 待会儿我一拽您的衣角 您呢 就跟我们一起行礼谢恩 完了 咱们就撤 老爷 皇上到了 娘 皇上来了 皇珠 到了 走 吾皇 万岁 万岁 万万岁 都取来吧 起 朕来看看老朋友不是上朝不必拘礼 院子不错嘛 茂盛得很 烟花三月下阳洲 与老朋友聊聊家常也是人生一乐 这今儿高兴 其实最高兴的是我爹 是雨晗吗 朕上次来的时候 还是留着鼻涕的娃娃呢 正是全自雨晗 上前来 这个赏给你 谢皇上赏 这花花世界终归是他们的 娘 娘 你看 看啊 看 朝宗啊 这是什么典故 回皇上 这是碧行的一个漏鬼 每个总商家里都供着一碗盐 每年用自家盐厂的新盐替换 这就是惊行 富贵不忘本色 小玉年也有一碗 岳掌家中那碗 已经随他去了 银子 银子赚得再多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能够带走的 还就是这个东西 小玉年 小玉年 朕亲眼看他从一个精壮汉子老下来 老成一个牌位 是 您们受委屈了 你好 谢恩 谢恩他 您知道 您怎么就不管了 满叔 请皇上恕罪 请你 当年朕来扬州 把烟雾托给你夫妻 那个时候 他还龙惊狐猛 血泣把朕都合倒了 朕说啊 你帮朕看好扬州的延误 过几年朕再来看你 现在朕看到的只是 一个牌位 文叔 你在王府是个管家的 朕在京城也是个管家 无非是朕这个家大一些 都说朕是天子 那是哄人的 朕也只有两只眼睛 一双手 难免看不周全顾不过来 也希望能有人 帮朕一把 小一年就一直在帮朕 先父不敢辜负皇上 私人已逝啊 私人已逝啊 朝宗 臣在 王后的事多靠你了 臣不敢当 别说不敢 他还没当纵商之前 小一年就一直向朕推荐他 别说不敢 说他平时小心谨慎 关键时候 又是个敢做敢当的家伙 他做不成的事就留给你来做 朕原来还以为啊 他三十年前 没能统一扬州的延夜 是目光短浅 现在看来 他眼光很远了 他给朕和你 都留了三十年的时间了 先人的智慧 不是朝宗所能奇迹 可他对你寄予厚望啊 朕不要他别的 只要他两个字 担当 做买卖他们不懂 还得靠你们延上 延误上那些沉芝麻烂骨子 就留给阿克湛去管 臣多谢皇上龙恩 这一趟动静不小啊 经了圣驾 下官最该晚死 经驾 恐怕还不止天敌会吧 河大人说的是延商的账策 你说呢 这账策 还牵扯到国舅高行 下一个是我吧 下官不敢 阿克湛 别在我眼皮子底下斗鸡里 当年 我在北京城做铁头狐孙的时候 你还在关外放马呢 带了这么多年的顶子 你不知道怎么当官 别忘了 官子两张口 下官当的是皇上的官 隐如海当的才是皇上的官 皇上可别忘了他 还赏了他个嗜好 叫文艺 你想要那两个字 提前告诉我 我好回皇上的老人家 下官不怕死 但也不想像隐如海那么死 唉 这就对了嘛 你死了 对谁都没有好处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大家小家道理是一样的 你心里有委屈 又不能跟人说 心里就着急啊 啊 朕听说啊 你们家雨汉本是女孩 朕就想啊 这汪朝宗好好的 为什么要骗朕呢 后来才听说 你们扬州言上流传一个什么诅咒 朕清楚 你是替朝宗着急 也是替他汪家着急 可你就这么倒下了 朝宗哪有心思替朕班柴 啊 朕年岁比你爹大 朕就替你做个主 给朝宗赐个婚 要是生不住儿子来 朕就再赐他一个 朕就不信他汪朝宗 真是扶不起来的恶斗 皇上 敬朕 哭吧 哭出来就好了 温叔啊 你要记着 替朕把朝宗的家务料理好 一天到晚鸡飞狗跳 老婆哭孩子闹 再有能耐的人也做不成大事 皇上 他望朝宗 不值得您对他那么好 皇上